GO 這一棒在初一發起來 衝突一下 所有棒球迷引頸期盼的時刻終於到來 一大新牛重砲手高國輝 在九月二十六號對向統一7-11師的比賽 八局下半從頭手廖文陽手中 抗出左邊方向陽春砲 同時也是本季第三四發紅布浪 正式超越前師隊洋將布雷 成為中華職棒史上單記最多拳雷打的球員 特別的是當天還是棒球情人三十歲生日 用創季度的一轟當作禮物 真的再好不過啦 因為前兩年就是都在生日那天打得不是很好 然後就是希望昨天那場比賽賽前 就是希望自己有在生日的時候 能夠有很好的表現這樣子 其實我前天晚上已經過完一次生日了 對啊 大家就是自己取生日欲望自己有達成這樣子 破紀錄的三四轟又碰上生日 這顆全力打球紀念性十足 不過高國輝不打算留下來 反而要分享給所有球迷 因為我覺得球如果留在我自己身上 感覺沒什麼特別的意義 對我希望能夠把它拿來做一賣 然後把拿到的收入能夠就是捐出去 可是希望可以幫助更多的 我覺得這樣更有意義了 現在終止力行賽還剩下十二場 高國輝有沒有可能挑戰單季四十個門檻 大家也非常期待 我有這樣的野心 但是我希望就是接下來自己能夠順順地打 對啊 因為力行已經破紀錄了 接下來就是接下來就打一隻算一隻這樣子 然後希望看能走多遠就走多遠 高國會完成職棒生涯重要的成就之一 也希望未來能繼續炸裂 炸裂 不停炸裂 創造屬於自己的情人障礙喔 賴局新聞綜合報導